后面这样是我们的包车 现在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巴塔亚 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哦 那么待会我们巴塔亚 巴提亚见 OK 拜 我们已经到了 这里是巴提亚的邮登饭店 现在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如果接下来这两天连续下着大雨 我的无边机用池就结束了 手续已经办好 现在就让我们到房间去看看吧 饭店一共有34楼 而我们这次入住的房间是在23楼 我觉得这个高度很可以哦 浴室采用的是这种sliding door 里面的采光很好哦 可惜就是浴室和卧室的隔离玻璃是没有遮蔽物的 若和朋友与同房 那将会是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至于浴室和厕所则是共用一扇花心的 整间浴室的摆设非常的简单 完全不会有多余的装饰或者是摆设品哦 整间房间没有华丽的设计哦 就中规中矩的 然后床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兔子 还有这个楼层的服务生叫做那流的 一个手写纸条 这也是小小的一个电脑桌 上面是50寸的一镜电视 整体看还蛮宽敞的哦 浴厨里面会有两件浴衣 两双的室内拖鞋 床的前面会有一个小的沙发 咖啡桌 可以坐在这里悠闲的喝杯咖啡 这边是饭店外面的风景 然后你看得到这个市区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巴提亚的海边 而旁边的speaker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还是采用旧款的Apple卡座 冰箱的部分一般我们都会自己在外面买了 放在冰箱里面哦 喝自己的饮料 相较16楼的接待处 一楼明显就低调许多 这是饭店的Charlotte小熊 我shop这边就是这一次我住的饭店哦 Q-Termotor 哟 其实这边蛮方便哦 旁边就是shopping mall 如果说下雨的话 我们直接就过去旁边挂就行咯 早安 早安 现在我们是要去吃早餐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14楼 可是我们必须要从15楼出去才能下楼哦 然后要通过一个美美的runway才能抵达这个电动扶梯 这里早餐提供的是International Breakfast Buffet 然后座位的话呢 可以选择Outdoor或者是Indo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食物大致上有哪些吧 好 MING PAO TORONTO 好,这一段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下雨还硬要走,硬要摆 耶,终于放晴了 终于可以出来游泳了 但是因为连续一整天的下雨 泳池里面的水超冰的啦 在这里带了一个小时半的心得 我发现好多女生即使穿了泳装 其实都没下水 就只是为了拍照跟打卡 好,游够了 现在离开泳池 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 MASACHI GIMASU 最后厉害的是在第34楼的 Horizon Rooftop Restaurant M Bar 这个应该不能错过 但是晚上拍照的时候是比较难拍出来 所以也没有什么画面 大致上饭店的介绍就是这样子 如果想看我去了巴提拉哪些地方有玩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哦 那么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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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